果真呢 我们这个烦恼断了 那太好了 底下还说到 亲切自然 不劳功利 的的确确呢 那个会念佛人 老实巴交的人 就像郭鲁江老法师 那个样子 人家念佛 他甚至连阿弥陀佛四个字 怎么写他都不知道 纵然我们写给他看 他也不懂 可是他长处在哪里呢 你只要教我这样子做 我就老老实实去做 念到最后呢 明白了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到最后 他懂得了 一切法的真实义 世间法通了 初世间法呢 也没有他 不通达的 只是可惜 他老人家 跟我们这个世间人 缘分不是很深 所以他功夫成就之后呢 他就站着往生了 假如我们 这边的众生呢 跟他有缘 他肯定就会怎么样了 他会再住世 他四十多岁才出家嘛 后面再三年念佛 我们就说多一点吧 五十岁好了 五十岁年轻不年轻呢 很年轻呢 是不是 五十岁 如果能够住世 住世到八九十岁 那至少可以度 后面三四十年的众生啊 可惜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没服 就听不到 他自信里面 所悟的那一个真理 哎呀 笔上不足 笔下有余啊 至少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贤功老儿上这个光碟 你看贤功老儿上 是我们现代念佛人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 他是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念阿弥陀佛 能够帮助他了脱生死 我们生到极乐世界之后 可以说永远都会跟阿弥陀佛在一块 永远呢 都跟十方诸佛菩萨在做同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也就是前面所讲的 终日度生 终日无度 这就是他们每天所做的事 后面再讲 事故能广失 真实之利也 前面先讲真实之慧 再讲真实之境 这里又说到了真实之利 广失 是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净土法门到处宣传 这是我们每一个佛门弟子 尤其是净宗同修 应该要发大心所做的事情 本品就是第八品 表 法藏大师 修如是之妙音 故政德 净土法门 如是之妙国也 以上三句是总纲 所以这段话呢 就是总纲领 净土之妙 妙不可言 他的音 是唯妙无比 国呢 也是唯妙 不可思议 好 我们接着再看底下一段经文 所修佛国 开阔 广大 超胜 独庙 建立 常然 无衰 无变 底下呢 给我们解释 开阔 开阔 广大 这个开就是张的意思 阔呢 是空 是大 是虚的意思 故 开阔 这两个字 当作呢 空阔 来讲 极乐世界太大 太大 好像是什么 好像是虚空一样 这么大 在往生论里面说 究竟如虚空 广大 无边境 这个是 开阔 广大的意思 什么是究竟呢 就是说 美好到极处 殊胜到极处 这种 极妙的现象 我们想 想不出来 说 也说不出来 您怎么才能够 真正体会到呢 必须要您跑一趟 您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哎呦 那个时候眼睛看了 耳朵听的 鼻子纹的 身体接触的 舌头长的 都 一点都不怀疑 跑一趟 什么意思 难道你还跑回来不成 去了 当然就不愿意再回来咯 再回来 那就不是来投胎 受爆了 再回来是 度众生的 我们去到那边 哎呀 这个好 这个也棒 真的是 太殊胜了 我们在这边 好好跟阿弥陀佛学吧 这些是我们的想法吗 在这边好好地成就自己 底下呢 是金苏所说的 开阔 广大 明 就是说明 明 土 广野 这就说明了 极乐世界的 这个土地面积 大到没有边际 所以它是法性土 不像我们这里是法象土 家书书也 阔 以安重为一 明 净土 广安 往生之众 荡然 无限 极也 说它阔 就代表什么意思呢 住在那边 您能够身心安稳 人数再多 往生到那里 一点都不必担心 住的地方 也不必担心 那个讲堂的座位 是不是太挤了 我们虽然还没有去极乐世界 你也可以想象 进到极乐世界 那个讲堂 你那个椅子肯定是坐得最舒服的 我们这个椅子坐得舒不舒服 坐一两个小时还可以 如果你连续坐在那边 三四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你肯定就坐不住了 这边我们这边的物质受用 远远不如西方净土 所以升到极乐世界 方方面面 都是达到了 尽善尽美 如人心愿 这么一系列 同一系列 这么一系列